欢迎来到游戏人笔记 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可以按赞订阅及分享 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那我们新年后的第一本每月一书呢 我选了这一本 请问少年 除非有特别原因 我平常是很少看这一类的赏文 可能是个性的关系 那也可能是年纪的关系 这些抒发感情、优美 而且文青的文章 我已经不想花时间在上面 可是怎么会读到这一本书呢 其实我是先看到作者的介绍 才对这一本书产生好奇 进而买来看看 作者叫詹嘉欣 1992年生 目前算起来大概是31岁 还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特别是说他吊车尾进建中 可是他是第一名 而且拿市长奖从建中毕业 如果成绩好就算了 他有几个特点让人家惊讶 第一个呢 是他爸妈可不是什么医师啊老师 不论什么有钱的企业家 而是菜市场摆摊做生意的 这种小孩呢除了努力 其实头脑要很好 才有办法做到成绩这么好 第二个是他没有选择长辈最喜欢的医师 照他的头脑和成绩 我觉得他要考上也没什么问题 结果他志愿只填了一个台大中文系 我佩服他有明确的兴趣还有目标 而且顶得住亲戚的压力 最后他还念了文学硕士 因缘机会考上高中郭文老师 那这个考上的过程呢 就可以看出他头脑好又努力 成绩很好 因为这个388个只取一个 他这样也可以考上 这种人在任何职业或工作 我觉得都表现的会很好 可是在世俗的眼光 这种人不是理科的医师工程师 就要是文族的法律商业金融 可是他是在文学上 那他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呢 这一本《请问少年》 收集了他2010年到2023年的作品 几乎都是他投稿或得奖的作品 可以看到他从建宗的少年 到当高中郭文老师的这个轨迹 书中分成六个章节 从集一的建宗小少年 到集六的郭文老师新上路 每集都有数篇文章 我看他作者在访谈时 他常举他第一篇文章《苍蝇人》 是描写他高中上课的时候 从看到一只苍蝇开始 叙述了当时上课生活 城市还有这些文青少年的想象 因为这篇文章刚开始的这个 苍蝇描写 可以知道作者是一个 很会观察细节的人 我个人是蛮惊讶 他把从他升学 大学 感情 生活 老师工作等等的事物描写得非常详细 然后生动 因为他的文字不是那种很简单的文青题 他文字其实非常有深度 而且有些字我还没看过 比如他在《我的小宇宙》里描写晚上 他写黑夜沿着小巷流进来了 把这个慢慢的变成晚上描写得很传神 他描写房间安静 他用了去静 这个去怎么写呢 可以到我的部落格看一下 那个字念去 我就没看过 这个还是他高中时候写的 后面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说呢 为什么我会对这本书有共鸣呢 一直看下去 虽然差了十几年 可是我和他高中生活其实非常像 我们整天念书啊 补习考试 就是为了要拼那个好成绩啊 那他写到他们建中 那时候他们迷寒团这个少女时代 我们那时候就是迷港星啊 周慧敏啊 生活也很单纯 那少年的时候对那种感情的憧憬 迷惘也很像是 看他大学生活描写呢 我是很羡慕台大的这种广大的校园 因为我念的大学校园很小 看他这个感情描写呢 以当时虽然还是充满牙抑这种同性的情爱 可是就算把他套用在异性呢 也完全能感受到他刚开始 那种很开心啊 后来分开的伤心 那看他的生活呢 让人了解为什么台北会那么迷人 这个一个多元复杂 充满各种文化的城市 总是能在里面找到感动自己的元素 所以经由他的描写 我在里面找到很多曾经的自己 如果你也是相似的这种成长过程啊 看了这本书 相信能理解我所讲的 这本书适合空险的时候 喝个咖啡啊或茶 一次念个几篇就好 慢慢咀嚼 也许先挑自己喜欢的 像我就先挑 集一的建宗小少年 集二的台大二三四 集五的日常显微镜来看 其实作者的诗应该也不错 因为在前往诗的光点这一篇呢 有写到他是怎么进入建宗的红楼诗社 学写诗 有空我应该会再找他的诗集看看 有时候呢就是这样啊 不只是人和人有缘分 人和文字也会有缘分 我才会几乎忘记怎么去欣赏文章啊 和诗的现在 看到这一本请问少年 我也要谢谢这位年轻又充满天分的作者 我个人认为呢 他用天分还有兴趣 写出来的文字 影响力可能比 要他去当一个他没有兴趣的意思 大太多了 那这集每月一书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